今日悉尼头条正文揭秘《崔永远》与冯小刚交恶的真实内幕《14年能遇远谁是谁非?》。 大家都知道,冯小刚的新作品《手机2》要开拍了。 看过《2004年手机电影的朋友》自然对《手机2》充满期待,并且冯小刚在微博上晒出了个优彰、国力、学藩、范冰、冰等人的合影,无疑是告诉大家这部新电影将是原班人马出演。 但是这一消息的公布,崔永远就坐不住了,在微博上公开控诉冯小刚和刘振云是渣子,引起广大网友的纷纷热议。 那么他们三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刘振云是冯小刚新电影的编剧,而在听说刘振云写了《手机2》后,崔永远还特意却表明了自己一些想法,说觉得不妥,毕竟,手机当时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手机2的开拍自然会引起不必要的联想和议论。 看到这里不少人就问了,当时的手机这一电影到底给崔永远造成了什么伤害呢? 这就要说到崔永远和冯小刚的恩怨起源了,在拍手机的时候,两人还是好朋友,崔永远当时是央视的名嘴,且自己主持的一个栏目,实话诗说,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官室热潮的。 而冯小刚表示自己的电影《手机》的主角向派一个以主持人背景的题材,作为朋友,崔永远当时为了帮助冯导,就参加了冯小刚电影的前期创作。 冯小刚和崔永远探讨了关于电视栏目该怎么做主持人又是怎么工作的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 但是在手机播出的时候,影片中的主持人一脚严手一和崔永远主持的实话诗说,相似极高,且影片里面还有一些私生活不检点与女人风流乱稿的剧情。 观众自然而然就联系到了现实中的崔永远,对这位央视名嘴的私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的揣测和看法。 虽然事后冯小刚和编剧刘振云都出来解释这部电影与崔永远没有联系,但是因为相似度太高,还是对崔永远的主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据说因为此事,崔永远还患上了抑郁症。 解释完他们前些年的恩怨,又回到刚刚短信的话题,编剧刘振云为了安抚崔永远,说到了新的作品名字是朋友圈,表示与崔永远的职业等都没有联系。 但是当冯小刚公布开拍消息的时候,并没有朋友圈二字,赫然在列的是手机二。 感觉被骗的崔永远自然坐不住了,向外界公布了两人聊天的内容。 很多网友纷纷出来打抱不平,不过对于这场多年的恩怨,冯小刚和刘振云都没有出来回应,也是很做得住啊。